我們現在年紀大 要特別穿 就要弄這種了是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好啊 菁姐姐妳都不想嫁嗎 妳想娶嗎 妳穿什麼都可以的 對啊... 所以妳穿什麼都沒關係 對啊 我發...就是 我看了新加坡夜店的女生 就是說 我覺得幾乎都是這樣 都是很緊的 洋裝 很健的 平時我們沒有什麼機會 穿性感 所以就是要去夜店的時候 才有這個機會 我們就會猛穿性感的衣服 可是遠遠看大家都一樣 對啊 妳要去找人找不到 那怎麼辦 我們可以有一點點自己的特色 好不好 那妳覺得她的特色 我不要講了 其實她的特色就是 當人很多的時候有沒有 要去買酒 人很多的時候 她這樣一擠大家就... 妳覺得好奇怪 妳好可憐 好可憐 該有的通通都有 對啊 專業度 超漂亮度 跟那個哥哥拜託一下 拜託嘛 這樣嗎 妳說的是拜託嗎 我看 拜託 走開 接著下來Karis老師要帶我們上街去看看 到底新加坡的女孩們 對不對 如果說要去派對 或者是去夜店 出了一些什麼問題是不是 對 妳也有去嗎 對 上班讀女生 因為很多時候 尤其是週末 比如說禮拜五 下班後一定會想要去吃飯 還是約會 派對 然後就找一個 妝容真的很... 很... 很沒有機會的女生 對 然後就讓Karis老師拯救一下她 讓她越夜越美麗 好的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 忙... 忙的已經沒有主張 忙的已經失去方向 所有的上班族 為什麼看起來都匆匆忙忙的呢 現在已經是下班的時間了 她們到底要去哪裡 我今天呢就是要來雞婆一下 就這樣問她們下班後 到底要做什麼 到底要去哪兒呢 看看有沒有機會 讓我們的Karis老師 讓她們來一個 越夜越美麗的妝 我們走吧 妳下班之後有什麼活動嗎 就跟朋友去Clubbing 我公司有一個慈善的晚宴 去購物 約我朋友吃晚餐 下班後妳的妝 是從其實開始補的 我沒有補到 妳沒有補妝喔 為什麼 沒有這個習慣 那妳有這個習慣 一直有補妝的動作嗎 沒有 為什麼 在辦公室沒有人看 沒有時間 都沒有補到妝 沒有補 中午也沒有補 沒有補 沒時間 為什麼 忙 要做工 麻煩吧 麻煩喔 對 因為妳要補妝的話 妳得先吸油 妳得先做一下清理 妳才可以真的補妝 因為如果你一補再補的話 就是說妳的油跟妳的那些灰塵 都是在重疊 應該是嫌麻煩吧 因為我都有帶那個手機電腦上班 然後下班 所以就滿重的那個包包已經 所以都沒有拍 沒有買那個 帶那個化妝品 就是如果有機會 讓妳跟我們的Clarence老師 做一個越夜越美麗的妝 妳會有興趣嗎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要遲到了 沒必要 可是我真的在趕時間 那我想問一下 妳可不可以 就抽給我們一點點時間 就是讓我們的Clarence老師 幫妳畫一個越夜越美麗的妝 可以不要嗎 我知道 我今天一直被拒絕 那個可能有機會 小姐 哈囉… 我們是女人我最大 拜託 讓我問個人問題 拜託… OK… 好 就是想問妳下班後 有什麼活動 我去問我的小學朋友他們聚會 那我想問妳的妝呢 其實看起來真的有一點融掉了 可以嗎 妳有補妝嗎 會去補一點妝 等一下再補一點 Lose powder就好了 Lose powder就好了喔 對 沒有 我覺得女生跟女生 還是要跟妳說 妳要去同學聚會 妳的眼妝有一點暈開這樣 會嗎 對 那妳有沒有時間 有時間 可是想去買點東西先 我跟妳說 我現在要跟妳說的這件事情 比買東西還更重要 那妳願意讓我們的Clarence老師 幫妳畫一個越夜越美麗的妝 OK 真的嗎 謝謝 又來到我們Clarence老師 搶救路人的時間 哈囉 哈囉 Clarence老師 這是有一個大任務 好啦 對妳來說可能是小Case 我覺得Elaine她的妝怎麼樣 因為她要帶這個妝去她的小學同學會 這個妝當然不可以 這麼髒 妳看妳今天開始化妝了 很早 然後為什麼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很累 為什麼累 對 整天去了聚會跟活動 就很累 現在妝都糊了 妳看眼睛就好像 好像感覺上好像黑眼圈這樣子 對 看到沒有什麼 然後妳去看妳的小學同學 對 他們一定覺得 怎麼老了那麼多 妳一定要給她們最好的樣子 給她們看 給她們羨慕妳 好 現在就讓Clarence老師 展現一下她的功力 搶救行動開始 好 那首先打那個油壓一下 然後先把那個糊了的眼妝 先卸掉 卸掉 因為都糊了 看起來妳整個眼睛是死沉沉的 好像黑眼圈一樣 所以其實上班族還是要帶一些卸妝的東西 對 這個卸妝水呢 不用去沖洗的 抹了之後就很乾淨 然後就可以直接上妝 或者上護瓶也OK 眼妝擦掉了我就用這個筆 它是給它提亮 其實很方便的 也不會太厚 所以看得很自然 不只是單單可以用在眼睛部分 在臉上也可以用在T-zone 還是顴骨 還是要提亮妳的骨骼都OK的 就讓整個臉比較有立體感 對 好 然後之後呢 就沾一點粉 好啦 妳有一點醒過來的感覺了 鬆粉喔 對 就是定妝 所以就用這個眼線的把眼睛拉上來 看的眼睛很有深 所以畫眼線的時候可以從外到內 這樣子的話呢 妳就會知道妳可以在那裡挺一點 就會把眼睛拉上去 這樣子妳就不會把它越拉越遠 妳看它的眉骨喔 這邊其實可以有一個筆 它是有點帶很淡的粉紅的眼睛 真的耶 是粉色耶 它是幫妳開眼睛的 所以妳就可以畫在這個眉骨這裡 眉骨這邊喔 這樣它是不是很像highlight的這樣子 是的 可是因為是粉紅色 所以就比較溫和 對 然後現在就上一點比較亮的腮紅 所以不用眼影什麼都不用 我覺得可以不要 對 就是很簡單的 自然一點 對 它的臉就比較有氣色 然後就可以畫在笑肌這裡 因為這是有比較帶青春的感覺 然後那個唇呢 我覺得就不用用太過鮮艷的顏色 就稍微帶一點粉紅 越來越可愛了 好 那現在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就把頭髮整理一下吧 好 大功告成 Elaine這個樣子妳這麼漂亮 去同學會 一定會非常受歡迎 非常的有親和力 你們馬上就會看到 Elaine改造的結果囉 好 我們歡迎Elaine 歡迎妳 歡迎妳 很可愛耶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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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好 是 這妝看起來很透耶 對 因為我覺得去同學會 對嗎 就不需要畫那個大濃妝 就給大家好像看起來 我的複製沒什麼變 從十多年前到現在 對嗎 給大家看一個很年輕的她 對 現在有點想要傷Elaine的心 可是還是要讓大家看到 老師的動力 超害羞 之前 剛下班 剛下班 好遠 妳去打仗嗎 怎麼會變這樣 她在廚房炒了很多菜 看起來真的很累 剛才 而且明明很累 還故意把眼睛睜很大 對 而且剛剛看 在那個鏡頭上看妳 比較肉拼臉 就是整個臉是垮的 對不起 因為她現在 我現在這樣看她 臉型整個狀態 眼睛 皮膚的狀況都很緊繃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們畫眼線的時候 有把眼睛拉長 往上拉 對 眼睛有拉長之後 臉就可能有一個說瘦的感覺 瘦小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想要臉更瘦 就拉更長 對 拉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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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紅唇 還是畫唇的時候 你的唇畫得越小 眼也會剪得越大 所以唇要畫稍微厚一些 臉就看起來比較小 對 了解了 還不開心啊 開心 加油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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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老師 是 頭痛嗎 愛音 講不出話來 心痛 心痛 為什麼 沒有 快樂 快樂 真的 有機會了 有... 很有層次 好的 我們一起 我喊她的名字 1 2 3 SILVER 1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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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看到一個 有事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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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一樣耶 對 你看這樣子去上班的話 人家絕對不會覺得你是展場休息的秀哥 對 對不對 對 而且呢 該有的通通都有 對啊 專業度 好漂亮度 修飾身型 通通都有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說想要偶爾利用一下自己女性的 武器 魅力 武器 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時候 你只要輕輕的撒個膠 向前 不是拍我啦 是拍她的 好 來 跟那個哥哥拜託一下 拜託嘛 這樣子去上班 你說的是拜託嗎 我看 拜託 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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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要去夜店的時候 做什麼樣的打扮呢 首先第一 先把外套都這樣 好 OK 哇 上面可以看到 她胸部變得好美啊 對啊 不是扁扁的嗎 剛才會覺得她哪裡有胸部 對不對 好強喔 而且現在有腰身 而且腰身都跑出來對不對 對 這樣子的一件洋裝 你會覺得是好女孩對不對 但是其實它不是一件洋裝 它是個馬甲嗎 它是上下身 它是上下身 你不相信可以脫掉嗎 可以 如果你覺得這樣太端莊了 你想要就是再年輕一點 再狂野一點脫掉 SILVER 好可愛喔 好性感耶 今年流行的高腰褲耶 一定要有的 對 然後呢 拿上一個銀色的包包 正耶 她其實是非常肉感的一個女生 那你現在她這樣子穿上去之後 你會覺得她好像那種 像那種有南美洲的那種 黃燕燕燒的感覺 前面有耶 對 你看是不是前面有 有耶 而且她這種就是老外很喜歡的那種 對 而且一眼望去 一定找得到SILVER 我們都輸了啊 或者是呢 其實我們可以加一點飾品 你看 它其實這個手環 它是一組就是賣這麼多 是喔 對 然後配上銀色的包包 再加上這雙鞋 你看 有口碑的女生 一定要記得鞋子不要穿太細根 像 譬如說 這種鞋子就不適合SILVER去夜店穿 這不是細根 這種絕不能不適合 腿比較長嗎 但是這種鞋子 因為你的腿比較有分量 你穿這種細根的小小的鞋子 會覺得你的腿在欺負鞋子 會覺得你的腿看起來更粗 所以我們剛才教了很多視覺比例的效果 對不對 鞋子 你穿一隻看看嗎 好 讓你穿一隻看看 好 而且呢 比較壯一點點的下半身的女生 當你在穿短褲的時候 其實這個平衡的鞋子 它把你整個墊高 在這裡看風景好好 你看看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 你有沒有發覺 短了 腿短了 腿變短了 而且變粗了 對耶 你有沒有發覺 紅鞋比較粗 紅鞋比較粗 對 紅鞋的小腿有沒有看起來變粗 對 這就是視覺比例的效果 覺得那個鞋跟很可憐 對 大象 大象 然後弄一個鞋跟 牙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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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 所以老師就特別 還幫他選膚色對不對 對 我還選了膚色 有延長那種 拉長 有整個拉長腿部線條的效果 漂亮喔 或者是很多女生 在夜店的時候會看到 她的短褲超過她的屁股 對 有 然後呢 其實超過屁股沒關係 是很性感的 重點是你屁股掉出來的肉肉 它必須是微笑的 對 它是有弧度圓圓的 而且是乾淨的 對 有 是有去角質的 有 有很多 就是你到沙灘去 很多屁股袋那個都黑的 有什麼問題 都是因為你們常穿牛仔褲 然後不透氣的 或常坐 摩擦 然後摩擦 那個屁股袋都黑的 對 就要去角質的 都要去角質 然後呢 就是穿褲子 穿衣服 一定要就是照一下背面 對 你看 我完全沒有讓她屁股肉肉 厲害 有沒有 然後她這個屁股是 幅度是翹的 看起來就好想拍下 對 但是新加坡的女生很喜歡 就是很年輕 十八九歲就穿得很成熟 性感的衣服 有些時候在夜店裡面 用這樣子比較有型 帶一點點不古的感覺 來打扮自己 你會亮眼很多 好耶 謝謝老師 上班身穿黑色小背心 集積裙 西裝外套 晚上脫掉外套 換上熱褲 戴上飾品 改造後的新穫 上班專業到了夜店更是搶眼 最後呢在彩妝上面 老師有沒有要叮嚀我們的呢 Kaira 對 我覺得就是你們上班族的女性 不要因為忙著工作 忘了把自己弄到漂亮亮亮 因為你們下班後去赴約 也一定要很好看 因為大家都不會管你上班是幹什麼的 然後下班你來赴約 怎麼這個樣子 所以要很注意你們的那個 換裝那個態度 對 沒有錯 上班要有上班的那個態度 對 去派對也要有派對的感覺 對不對 是 凱文老師你認為呢 我一定要告訴所有的女生就是 了解自己的優缺點 把自己的缺點微微的遮蓋 然後把自己的優點發揚光大 在任何的場合 不同場合 不同面對不同的人 穿不一樣的衣服 就是最受歡迎最美的女人 好啊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有什麼好消息呢 小四命啊 希望大家呢還是可以看我們 女人我最大的官方網站 看看有沒有什麼活動 可以讓你們參加 好的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